还没有分享上帝的话语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个六岁的妹妹 在家里在看着电视 然后呢家里 告诉你家里的环境是这样 有公公坐在里面在客厅里面 有婆婆坐在家里里 客厅里面一起来观赏这个电视节目 然后妈妈 突然间妈妈也在那边 突然间门铃就响了 然后妈妈就上前去开门 看谁来 然后看到打开门呢就有一个 男人站在那门口 然后讲讲没两句 那妈妈就对着小孩子 就六岁的小妹妹说 赶快叫爸爸 然后她就 神情很紧张了 很不失智慧了 她就心里面 这六岁的小妹妹就心里面想 难道我一直以来都不属于 这个家庭的家人吗 我不是我妈妈生的吗 我不是我妈妈生的吗 干嘛我的 我的妈妈叫我这个男人叫爸爸呢 然后她就很 不愿 不愿情不甘 心不甘情不愿的说 我不要叫爸爸 然后妈妈说 你乖 赶快叫爸爸 然后我不要 我不要我不要 然后公公也 这时候公公婆婆也在劝 你要乖 妹妹你要乖 赶快叫爸爸 然后她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说 呃 就说 谢谢婆婆 谢谢 阿公公 谢谢妈妈 你的养育之恩 呃 养到我这么大 然后她就向前 向前冲向这个男人 就抱着她 爸爸 然后妈妈就说 你发什么神经 我叫你去楼上就要爸爸了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 这个六岁的小女孩 她会错意了 她以为 她的妈妈要叫 这个男人叫爸爸 其实是 她要叫 叫她去楼上叫爸爸下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 会错意 表错情 所以今天晚上我也希望 你不要表错情 啊 要专心听上帝的道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 发生这个 这样的错误 和这样的尴尬了 啊 她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Hospy提草 庆祝圣诞节了 所以她收工了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 看到那个PowerPoint 然后今天晚上 要跟你分享 圣诞节要到了 啊 要跟你 呃 联想 我们已经到 一个总节 到一个年尾了 还过一个星期 我们就过了 一整年 2011年了 我们要迈进 2012年了 看看上帝 是否有给你 在这么过去以来 这一年以来 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把你一路走来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要 数算神的恩典 啊 今天我的主题是 你是耶稣 找的人吗 你是耶稣找的人吗 那 给你一个 圣经常识比赛 如果你不懂啊 圣经常识一个插验啊 不是比赛插验 如果你不懂啊 我要送你去主日学了 请问 耶稣 如果今天你有圣经 请打开 马太福音第一章 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 Matthew 1 18-25 我用圣经和本读给你听 请你注意听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耶稣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 怀了孕 二十九节 他丈夫耶稣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羞掉 羞了 二十节 正思想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 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伟的子孙耶稣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二十一节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中救出来 二十二节 这一切的事 成就 是要引验主界的先知 所说的话 说二十三节 必要同你怀孕生子 能要称他名字 以马内尼 二十四节 耶稣 耶稣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 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 娶过来 二十五节 只是 没有和他同房 等到生了儿子 就给他取名耶稣 我们马上来看 路加福音第一章 三十四节 到三十八节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 必要因辟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三十六节 况且你的亲戚 以利沙伯 在年老的时候 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 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 六个月了 三十七节 因为出以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化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晚上我求你打开你的话语 在我们在 庆祝圣诞的这个季节的时候 主啊我求主你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 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让我们回想 让我们来看 谁是主角 主啊帮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圣诞节 是为了要庆祝耶稣的诞生 不是为了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主啊我把我们的心态 再次的纠正回来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 大家讲 阿们 大概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过圣诞了 请你 我不知道在SB的情况怎么样 你可以看各大的购物商场 摆着很漂亮很漂亮的装饰 很多的圣诞书 然后呢 你会看到那些都是很缤纷色彩的 然后播放一些那些很浪漫很轻松很 那个愉快的圣诞歌 人家忙着去买礼物 买礼物来互相来贵送 然后有些人忙着去找漂亮的衣服 为了在圣诞节要穿美丽的衣服 那也有一些人在圣的餐厅里面呢 餐厅里会看到有各样各式的promotion 就是为了要庆祝圣诞的大餐 来做了很多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呢 但是你要 你要 我就是再次的提醒和告诉我们大家 兄弟妹 圣诞节不是为了你 也不是为了我 吃吃喝喝 来玩乐 来过这个圣诞的 圣诞节是为了要纪念耶稣降生 耶稣降生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每一个人来 谁是 请问谁的生日啊 谁的birthday来的 耶稣 但是我们常常我们把 你看外面的那个狂 那个购物馆场呢 那些外 那个商家呢 都是把那个主角啊 给兑换的 所以兄弟妹 我们在我们基督徒 在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人在庆祝圣诞的时候 请注意 你看 耶稣降生的时候 第一人要第一个先找的人是谁 耶稣和玛利亚 耶稣和玛利亚 所以兄弟妹 你看到 耶稣今天2000年过后 耶稣仍然要找像 耶稣和玛利亚这样角色的人 请问 今天我的讲题也是 你是耶稣要找的人啊 你是耶稣找的人啊 那么我们就要问 到底玛利亚和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其实啊 在圣经里面啊 玛利亚这个名字 是很普通的一个名字来的 从就业 整本就业呢 你大概有六个人啊 叫玛利亚 有莫达拉玛利亚啦 有很多玛利亚 都是叫玛利亚 但是唯一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是里面是最尊贵的 他的生命是最有影响的 然后可能你也许你在说 哎呀牧师 我的名字也是很普通 但哪告 我妈妈给我取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但是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的生命有主耶稣 然后你被主耶稣来使用 你就开始与众不同了 还跟你的旁边讲 你就与众不同了 被主使用的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人 然后呢我们看到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女孩子里面 耶稣偏偏选择了玛利亚做他的母亲 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可以注意的是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挑选做 耶稣诞生的一个妈妈 肉身的妈妈 有一个条件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同女 同真女 英文是Vagin 在希腊言文叫做Betronos Betronos意思说呢 不是少妇 不是女人 而是一个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生过孩子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在如果你看那个预言 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里面呢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就是饮宴了先知要讲的话 今天玛利亚 耶稣选择玛利亚 并非因为玛利亚 他的学士很超越 他的家道很丰富 很有feedback无虑那种的 不是 他也不是因为啊 美宴出众的 有人说哎呀 因为玛利亚被神 因为玛利亚长得很漂亮 玛利亚很聪明 玛利亚很有钱 玛利亚很有智慧 并不是 为什么上帝会选择玛利亚这个人呢 第一 圣经告诉我们说 刚才我们读的 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这么说 他有一个虔诚相信的心 当天使对玛利亚说 上帝选择你 你要成为一个蒙俗的女人 你上帝要借着你的肚子 借着你的身体 来降下神的儿女来 所以呢 我们看到玛利亚讲什么 我们看到玛利亚讲什么 我是主的使你 情愿造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在英文说 Believe unto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按照你的话 成全我来成全上帝你的话 当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吗 我们常常祷告 主啊 请你给我这个啦 请你给我那个啦 请你给我们这个 我们常讲这样的时候 我们是叫主 按照我的话 你给我成全 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 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是怎么样 按照你的话 我愿意成全 玛利亚有个心 是跟其他女人不一样的 玛利亚有一个心 是愿意符合让自己 就是让自己麻烦 让自己很辛苦 让自己委屈 使到上帝的话语得到满足 我们看到耶稣 为什么选择玛利亚 你要明白 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玛利亚是一个未婚的女孩 尤其是在2000年的社会里面 谁会相信说 你走出来 说哎呀 今天我这个肚子啊 不是因为被男人搞到的 是因为上帝选择我 所以我就要生个孩子 我们活在一个社会 现在是很普通啊 你看到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 相爱在一起 他们就同居 同居啊 不小心啊 就大了肚子 哎呀大肚子啊 怎么办 就剁胎啦 就把孩子给剁掉啊 就很普通的事情来的 请记住 玛利亚生在 活在一个时代 是2000年前 是一个很严肃 是一个 讲道德很讲究的一个时代 你知道玛利亚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吗 你要知道 当他要说 主啊 我情愿 我情愿按照你的话语来成全的时候 我情愿跟着你的话来去做的时候呢 他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兄姐妹 玛利亚的顺服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玛利亚已经许配了耶稣 这个不是一个怀孕生子 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怀孕生子 不仅是一个不名誉的事情 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呢 当你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而怀孕呢 你会让你的家人蒙羞 你会让你的丈夫 你的未婚夫蒙羞 你也会让你的亲戚朋友蒙羞 我不知道 玛利亚要面对有多大的压力 当她 怀孕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去看她的 她的丈夫更不用说 当然我们知道最后耶稣也 也接纳她 因为天使也报梦给耶稣说 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愿意付出这个很可怕的代价 当走在街上的时候 人家都会指点 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坏女人来的 没有结婚 你看看她肚子就大了 是吗 我们看到 人家会怎么会去看她 甚至在当时的社会 一个这样的女人 叫做坏女人 人家会拿石头来打死她 我们看到玛利亚她付出的代价 而且我们在讲怀孕 如果说一个人讲片话 偷偷讲片没有人会知道 是吗 偷东西没有人会知道 怀孕生孩子 大肚子这个件事情 是不能够隐藏的 你看牧师的肚子 越来越大了 能够隐藏吗 不能够隐藏的 更何况是玛利亚的肚子 一天比一天大 这个是不可以隐藏的 不可以隐藏的 她还要接受 还要被别人的眼光 邻居啊 这些种种啊 你会想一想 这将会有多少的误解 和怀疑围绕着她身边吗 玛利亚 这时要做一个决定 接受还是不接受 今天可能 你一天你在街上走的时候 分店天使出现跟你讲 我选择你 耶稣要 要借你的肚子伸出来了 接受好还是不接受好呢 玛利亚 接受这个 接受这个挑战 说情愿造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就是意味着 我一生要背负被人指责 骂羞辱的罪名 第二 如果你了解圣经 你回去再看的时候呢 玛利亚接受这个使命的时候呢 她祷告 你回去再看玛利亚如何祷告的时候呢 你会知道玛利亚是一个很懂圣经的人来的 她不是猛茶茶的一个女人 当你回去读的时候 看玛利亚的祷告的内容的时候呢 你会很惊讶 玛利亚所有的祷告都采纳就业的一个女人叫哈娜 哈娜的祷告一模一样 哈娜是谁 哈娜是一个很苦命的女人 因为想要有孩子从来不能怀孕生子 然后就在圣经里面哭 用眼泪来跟上帝诉苦 上帝借着以利就对她说 明年的今天你将要诞生一个孩子 然后上帝引验了她的祷告 就有一个孩子生出来叫撒末 所以我们看到呢 玛利亚是一个很懂圣经的一个人 她很熟圣经的人 而且他不只很懂圣经 很熟圣经 他也相信圣经里面的话 他相信预言所说的 上帝要给一个儿子 把他儿子降生来到的世界上 在七百耶稣 就在玛利亚的七百年前 已经有人在预言说 上帝要来到的世界上 要与我们同在 要兴起弥撒亚 要让基督降生 他相信 当天使说 你是蒙恩的女人 然后上帝要借你的肚子 把这个神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 他没有一点的怀疑 他没有像就业阿波拉罕的妻子撒拉这样 当天使说 你要生孩子了 他的反应什么 他嬉笑 玛利亚没有嬉笑 当他也没有像撒迦利亚这样 天使对撒迦利亚说 你的太太将要生孩子 撒迦利亚不相信直到他变哑巴 我们看到玛利亚是相信这一切事情 而且仿佛思想的 然后呢 为了因为他的信心去回应神的一个呼召 上帝也预备了夜色 就是他的未婚夫 给他一个梦 然后能够接纳他 接受他 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 我们再看有第二个东西玛利亚有的 玛利亚 如果你再读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47节说 以玛利亚说什么 我信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了 第二个玛利亚有的 跟我们 为什么上帝会选择玛利亚呢 耶稣会找玛利亚呢 因为他尊主为大 我们看到玛利亚 知道玛利亚有这号人物的时候呢 是因为天使加百列 向他宣告宣布说 你将成为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尊主为大 因为他在他心中有主 就是主在他心中是有地位的 今天你的心里面满满的是什么呢 你的心里面还有空间给耶稣吗 今天 玛利亚说 我尊主为大 意思说了 用今天的百货说呢 我的心房里面呢 有地方 有空间 让耶稣进来 我们很多人都在忙 可能明天开始就开始很忙了 因为每一天的 接下来17号19号21号 都忙着庆祝圣诞 报家应 我们都忙着 我们可能有宴会 圣诞宴会 圣诞party 很多一系列到25号 疯狂的过我们的 那个庆祝生活 但是 这里我们看到 圣经说玛利亚说 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的心尊主为大 于说我的心 康大的地方 有主在 他信 信耶稣为主 而不尊他为主 是两件事情的 我信耶稣是主 但是 我一点 都 但是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态度 一点都没有尊他为主 这是两件事情来的 一个 却不尊他为主 不算是真心 诚意的详心 我们看到 玛利亚一生呢 真是 尊主为大 还记得 耶稣在 长大12岁的时候 他带耶稣去圣殿敬拜 然后 他们 耶稣就不见了了 遗浪 MIA Missing In Action 然后 玛利亚和耶稣找了 班宁找 然后 看到耶稣在圣殿里面 跟 法利塞人和老师 一起来辩论圣经 然后 玛利亚就说 为什么你让我们担心 担忧你 耶稣说 我岂不是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 你为什么要找我 如果以我们中国人的眼光来讲 这个是不孝子 我做母亲的 我做爸爸的 找你 找到半命 竟然跟我讲这句话 不敢死 是吗 可是 你看 我们的玛利亚 尊主为大 他没有因为耶稣讲这句话而被 觉得伤害 我是你母亲耶 你跟我讲这样的话没大没小 没有 玛利亚一生里面都没有这样 还有一次 在人家 耶稣在人家的宴会 当他们喝酒 喝到没有的时候呢 然后 玛利亚就走过来 向耶稣说 你为这个主人家 做一点事情吧 然后 然后耶稣怎样对玛利亚说呢 他说 夫人 简单这些 女人啊 你 你 你这么鸡婆 什么事情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简单来话 这样 对一个 这样 我们用我们的伦理来看 耶稣好像很没有礼貌 对他妈妈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反而 我们用反面来看的时候 原来啊 我们看到玛利亚有一个 身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数字 那就是尊主伟大的数字 尊主伟大的人啊 才能行主的到 然后 接下来说 我的灵 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今天 我不知道 今天为什么你来教会 是因为 没有办法啦 半溜 没有节目 家里电视机又很闷 所以我来教会咯 是吗 还是因为没有办法啦 我 老公来 我老婆 我老公来 我陪着他来啦 啊有的人 我老婆来 我不是陪着我的老婆来咯 陪着老婆来咯 我的灵 以主为乐 今天你来教会的心情 你来教会的心态 是怎么样的 你是快乐的吗 你是快乐的吗 安堆得了的 但是我们看到 玛利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数字 她说 我的灵 以主为了 在诗篇 四十三篇 第四节 有一句话 可你们也会唱 我就来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尝试称颂你 神啊我的神 我要尝试称颂你 我就来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意思说呢 大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大伟说 你如果你没有喜乐你的神啊 你不会来到神的祭坛里面的 神的祭坛代表什么 神的祭坛代表奉献 神的祭坛代表你要付出代价 我就来到神的祭坛 没有办法来 如果你没有喜乐的心 你没有欢呼很开心来到 见你的神的时候呢 你不能来到神的祭坛里面的 我就来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食人以上帝为最喜乐的 所以很愿意走到上帝的祭坛来服侍上帝 谈情 吟诗 称颂上帝 我们每一天 我们每一次来教会 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要见耶稣吗 是因为要见我最喜乐的神吗 今年 我们在过圣诞的时候 我在挑战你 我在你 在思想回去 你这一年 五十二个星期 每个星期来见上帝 你都以喜乐的心 来见上帝吗 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 拿着他的问题来见上帝 用他的愁眉苦恋来见上帝 拿他的问题 他的经济来见上帝 玛利亚 他说 我用我的灵 我的灵 很喜乐 尊主为道 很喜乐 来到上帝 来承受上帝 如果你这个一年过来 你没有这样的态度 或许我鼓励你 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 用喜乐的心来见上帝 好不好 阿们 我们看到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生的道路 都有安排 但很多时候 我们不肯和 不肯跟神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埋怨 拒绝 不甘心 但是上帝选择玛利亚 就是因为他有喜乐的心 上帝选择玛利亚 是因为他尊主为道 他愿意扶在神主宰的权下 来大家跟旁边讲 你愿意吗 玛利亚选择神要他走的路 无论是福是祸 神在他身上都有主权 认识神是他的主人 神怎样说 他就怎样行 他没有自己的选择 只要神的旨意成全 他就很甘心了 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 神明自书 常常我们来到神明前 神我要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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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玛利亚是道转来转 主啊你要什么 主啊你愿意什么 我都愿意 这个是尊主伟大的一个人 一个以上帝喜乐的一个人 我们继续看看 还有 再加一点 玛利亚呢 一生呢 接受了十字架的工作 而且他是甘心 心甘情愿的走这条路 他没有 他没有埋怨神 也没有任何的消极的态度 这就是 玛利亚一生为主而活的见证 作为一个女人 他一辈子 一辈子被人推弃 被人指为坏女人 作为母亲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走上十字架 不简单 不简单 谁 谁 谁愿意 明明知道 你要生的儿子 将来 要定时的架 要死的 愿意吗 谁 这个容易吗 一点都不容易 可能对生过孩子的妈妈的姐妹 他就明白 孩子 他如果他 我们都希望 尤其是我们华人的社会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龙成重 出人头地 比别人很好 对吗 可是他知道玛利亚的心情 你知道玛利亚心情是很沉重的吗 他知道他这个养的儿子 这个生的儿子 养育的儿子 一天要钉死的架 一天要为万人 来背负这个人的罪 这个母亲是一个很沉重的 但是玛利亚她不介意自己的得失 得失 神是她的满足和喜乐 只要神有得着 只要神的旨意成就 她心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兄弟姐妹 在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 我鼓励你要先玛利亚 那样学习为主而活 要尊主为大 不要为你的女儿为大 有人 有人是 主大是驾大 驾大 我儿子说什么 就什么 尊主为大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心要尊主为大 灵要以神为乐 她说 我哪有权能为她成就大事 她相信主是有权能的 她完全的信托 从前有一个很贤民的一个农夫 然后一天被 一个国 他国家的国王被 聘请她作为展相 她办事聪明又衷心 得到这个国王的赏识和实验 但有一件事啊 另很多他 就是 很多的大臣啊 都 都 不满的 就是 对这个宰相呢 就是打小报告 就是 这个宰相的家里啊 有一间 就是有一间密室的房间 他不准 不许 不准人家进去的 然后呢 王知道这事情了 就命令这个宰相说 我要去你的家 然后 要 你打开你家里的那个房间 来给他看 宰相虽然很不甘 很不愿意 但是因为 他是王帝 必须要 听他的话 所以呢 王 就让王进去这个房间 这个王帝啊 一进去这个房间 突然间就看到 诶 这个小小的房间 什么东西里面都没有 只有一 一顶的草帽 还有 就是一双的草鞋 还有啊 那个很 就是 在 就是在 田里 跟田的那个 很粗糙的衣服 很破烂的衣服 然后 地上还有一把鋤头 哈 就是这样 王呢 就看了就很奇怪 就王 就看了很奇怪 就问他 为什么你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宰相就对他说 这些东西都是我还没有做宰相之前天天用的东西来的 我天天早晨都进了这个房间 来提醒来看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虽然今天我做了宰相 但是我不忘记 我曾经也是一名农夫 然后那个王帝听了之后就很开心 很满意他的态度 从此以后更信任他 更相信这个宰相 所以 同样的宋姐妹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要 要回想 要数算神的恩典 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东西 所做的 事情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不要忘恩 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讲了那么多玛利亚 我们也顺道也讲讲耶稣 圣经讲啊 耶稣有四个好长处 第一他是一个义人 第二他是有信心的 因为凭着天使报梦给他 他就相信他的太太 然后愿意娶他的太太 然后呢 他是一个很顾全人 一个很照顾人家 照顾人家 心情照顾人家的感受的一个人 圣经讲他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修掉 他没有翘楼打鼓 你看这个女人 我不要了 因为他不是好女人 坏女人 把他修掉 给他没面子 耶稣没有这样做 圣经讲 我们看到耶稣的美好地方 就算他不要 不要玛利亚 他也不要公开的修辱他 他想暗暗的把他修掉 我们看到玛利亚 这个耶稣的心态 他的数字也是很好的 想很容易啊 今天我也很难做 我在想 如果我是耶稣的话 我也很难接受 哪有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啊 被人嘲笑 带礼貌的 一个事情啊 怎么能不能忍受别人 别人嘲笑说 哎呀你的老婆 没有跟你结婚 你就大肚子啊 你也能够接受 可能他在家里面啊 他承受的压力也是一样的 他妈妈可能骂 死人啊 这世人我死了了吗 爹爹的玛利亚可以吗 难道别的女人不可以选吗 你一定要非选 非选玛利亚不可吗 他要面对很多人的嘲笑 要面对很多人的职责 我们看到耶稣 这件事情啊 关于耶稣降生在玛利亚的肚子身上啊 有多少人知道 玛利亚知道了 耶稣知道了 还有那个给伯的天使告诉他的三个人 这个事情只有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知道 而这三个人 三个人拥有同样的一个秘密 你说容易吗 不容易的 别人没有没有 天使没有报梦给其他人 天使也没有出现在别人的面前说 哎 玛利亚是清白的 今天他受委屈的 啊 耶稣也是清白的 他也是受委屈的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再一次我们看到今天兄弟姐妹 信心不是要 信心不是也可以看得到的 今天我可以很大胆的 我常常 常常 做的一个事情 今天我可以很大胆的对你说 麦格牧师把这椅子 然后坐在这椅子 是没有问题的 我绝对不会跌倒的 因为我坐这椅子 我不用太大的信心 相信我坐下去 我不会跌倒的 因为我眼睛能够看到这椅子是稳的 它是有四只脚的 是吗 如果今天这个椅子少了一只脚 变成三只脚的椅子 然后我说 哎 你相信吗大家 我坐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需要信心 我们 到底我们很多时候 是相信主呢 还是对主有信心 我怎么真的是要查考 能够看得见的 不是信心 不能够看得见的 才是信心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神的仆人 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求证据的 这根本不是信心 主要经过我活 经过我活 我相信路 你若是我逃避我逃避我死的 我相信路 这不是信心 要求证据的不是信心 我们看到玛利亚和耶稣这两夫妇 一辈子 两公婆 都是很有信心的一个人 虽然他们过的日子跟别人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兄弟妹你要想一想 今天耶稣是你的儿子 你真的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别人用异样的眼睛看你的 别人在你的背后 指指点点的生活来的 要过一辈子兄弟姐妹 是不容易的 然而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人是耶稣找的人 这样的人是耶稣选择 在他们家庭居住 长大成长的人 面对所有人的不理解 面对所有人的不谅解 他们仍然坚持的相信 背负上帝给他们的使命 把耶稣带打 兄弟姐妹 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做得太怪 有的事情我们很快 很悲 丢鸡吧 他这样对我 他这样对我 我不要他了 我跟他离婚 我们做的决定太快了 在重大的事情 请不要太急 越大的事情 注意啊 牧师讲 要做一个决定 如果那个事情很重大的 越重大 心也不要急 如果耶稣说 心里面在做一个决定 你要不要这个老婆 玛利亚的时候 他如果他心急了 哎呀这样你们不要了 这个故事就没有了 也没有玛利亚和耶稣的故事了 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不心急的人 虽然他已经有个心里 心里面有个决定说 他要休掉 暗暗的休掉玛利亚 可是他没有着急去做 他让神走在前面 他让神 有他愿意 顺服归顺于上帝 让上帝对他说话 他愿意顺服神 他愿意与玛利亚一起背负这个责任 神的旨意就是要 借着耶稣和玛利亚的服从而沉浸 最后 耶稣会选择玛利亚和耶稣 也因为 这两个人看重一件事情 他们看重上帝的通责 天使对玛利亚说 天使对耶稣说 我要给 神要给你一个儿子 他必称为 伊玛内利 英文叫做但以万能 伊玛内利 以万能力 以万能力 尔斯希腊文 希腊文 意思是说 伊玛 伊玛就是同在的意思 Nu是我们 L是大能的神 三个字加起来就是 大能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看到耶瑟和玛利亚 是一个很看重上帝同在的人 一生都是在追求上帝与我们一起的 今天在你过圣诞 庆祝圣诞的时候 再一次的鼓励你 再一次的来跟你 对你来提醒你 如果耶稣在 这来临的12月25号再次的降生 耶稣在寻找对的人 你是那个人吗 耶稣找的那个人 有些人是这样 他信耶稣很久了 有些人信耶稣有一年了 有些人信耶稣有两年了 像我这个老库库信耶稣已经22年了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信了耶稣一年 耶稣有没有在你心里面 长大一岁了吗 如果耶稣信了耶稣四年 耶稣有没有长大四岁了吗 你让耶稣在你心里面成长 是不是你越来越老 年轻的越来越大 可是耶稣从来没有长大过 在你心里面没有长大过 因为你没有让他长大过 你没有让耶稣在你心里面发挥那个功效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不好我们趁着这个圣诞的来临 我再一次来提醒你 让我们过一个2011年 有意义的圣诞的时候 我们要活 要过一个好像玛利亚和耶稣的生活 让一生都逃足死业 满足上帝的心的一个人 我相信 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让我们站立起来